大家好,我是任途 今天给大家讲一个女巫为了找男朋友 不惜刮掉了腿毛 最后却一无所获的故事 故事一开始 女巫一个人坐在摇椅上 正在渐渐有味的阅读着爱情小说 原来女巫是一个大龄圣女 虽然容颜不再年轻 但阻止不了她对爱情的向往 小老鼠和青蛙一直陪伴在她身边 每读完一篇小说 女巫就开始憧憬小说里的爱情故事 就连两条可爱的毛毛虫也在秀恩爱 可俗话说得好 秀恩爱死得快 果不其然,下一秒就被黄梨当成了食物 黄梨把食物带到了爱潮 喂给自己的爱人 两只黄梨鸣吹牛 女巫也要男朋友 看到所有的小动物都成双重对 女巫又陷入了幻想当中 她不愿再忍受一个人的孤单 回到房间 女巫从书架上拿到了一本魔法书 根据魔法书的介绍 只要向青蛙喷洒一种液体 就可以将青蛙变成王子 想想都有点小兴奋 女巫按捺不住少女的喜悦 拿着各种瓶瓶罐罐 开始调制试剂 可是她发现有一种药材已经用完了 女巫看了看墙上的地图 打算外出寻找药材 女巫立刻提上了自己的扫帚 前往目的地 可或不担心 扫帚也没油了 女巫只好带着青蛙来到了加油站 加油站老板是个胖大叔 胖大叔只收钱不干活 加油之后 胖大叔拍了拍青蛙的脑袋 女巫就重新上路了 在飞行的路上 女巫就把青蛙幻想成了王子 帅气的王子跳着Michael Jackson的舞蹈 女巫陷入了幻想之中 无法自拔 没有注意到青蛙的提醒 结果不小心撞到了一棵树上 女巫被撞得同昏眼花 她慢慢的站起来 回头一看 发现哨帚也断了 没有了飞行工具 就无法到达目的地 女巫伤心的趴在大树上哭了起来 一旁的青蛙安慰她 可就在这个时候 故事发生了转机 青蛙给女巫带来了好运 眼前出现了一棵大树 而这棵大树的叶子 正是所削的药材 在青蛙的帮助下 按照魔法书的提示 终于调制出了神奇的药水 女巫拿着药水对着青蛙 兴奋的喷了起来 可没想到出了意外 蹦出来的竟然是一个光头墙 这可不是她想要看到的帅哥 第二次 果然青蛙就变成了王子 女巫顿时两眼放光 确认过眼神 是我的男神 女巫兴奋的跑到镜子前 可她对自己的身材并不满意 为了爱情 女巫开始健身减肥 化妆美容 甚至刮掉了乌黑性感的腿毛 发出了痛苦的哀嚎声 万事俱备之后 女巫拿着一朵玫瑰 打算调戏王子 可没想到 王子对女巫的美貌不感兴趣 更想不到的是 王子和加油站的老板看对了眼 还暗送秋波 加油站的老板 开着暴力小摩托带走了王子 两人过上了不可描述的生活 这让女巫看傻了眼 原来王子是个gay 不爱美女爱大叔 一旁暖心的小老鼠 陪伴着女巫给她安慰 故事就这样结束了 或许有一天 女巫和小老鼠也会产生美妙的爱情